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啊 既然这样 我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很显然 这是一场象征意识胜利的云 不同意识胜利的云 我应该用高塔来称呼它 它是 盐雪圣城里最高的建筑 因为它所在的世界炮 刚好和我所在的世界炮重叠 大概是沙漏那样的结构 世界炮是 等等 我怎么会纠结这种毫无意义的白痴问题 那现在的我 又是谁 果然是躺太久了吧 果然清醒多了 就这 想赢我 你还早了一万年 我还给你 我还应该把 你将冲鑽 这 我还能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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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说过的吧 谁都不能舒服我 哪怕这个人 是我自己 喂 这是什么表情 要不是看你们紧张兮兮 我还懒得说呢 抱歉 我们也是担心你才 我懂你意思 但我现在真的可好了 倒是你的模样 我就说嘛 有我十之律者在 你们怎么可能输 的确是多亏了 十之律者和大家的帮助 我们才能战胜Vita 解放两边的世界 但之后要面对的是 或许不比之前轻松 等等 敢请你们第一个来找我 就只是因为我得到身体这件事 是在两个世界炮内引起的反应最大 不满一下 这反倒更能证明十之律者女士的独一无二 行吧 不过我还是有一件事很在意 啥事 现在的十之律者不还是从前的模样吗 可你刚刚说 昔儿妹妹 毁掉身体和我没变化是两回事 其次我必须要纠正你 你送的那具身体从来都不属于我 你毕竟是从量子之海中诞生的律者 而我的力量可是中阴之简的投影 不考虑个人喜好 单从本质上看 两者也天然对立 换言之 你这礼物虽好 但的确是送错人了 所以如果哪天 Kiana帮你捏了一副身体 你就会欣然接受 这又不是套娃 不管谁多送我一个都会成为累赘 况且 那玩意儿我自己就能捏 还记得吗 石头博士说 它本质上是一团能量 只能靠依附于物质和我们建立联系 而我呢 却可以在物质和能量间自由转换 而身体 它不过是万千物质中的一类 只要我乐意 给你们来个七十二遍也不是难事啊 至于在大家面前保持这副人形 不过是图个方便罢了 表情丰富 动作生动 这样看 你好像确实比神之剑厉害许多 喂 你怎么又提 算了 能说说刚刚那句话 于情于理 我都该回你一句 你这一来二去也成长了不少 要是没有你 咱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 总之 多谢了 我其实没有参与最后那场战斗 都是希儿在 差不多得了啊 希儿刚刚不是都已经说了一遍事情的始末 还是说那创生之语锐利可比银针 是自己钻过世界炮的边界掉我头上的 先罗列他人的努力 以否认自己的付出 这种套路对我不管用 你就坦率点 乖乖收下十只律者女士的夸奖吧 我真心建议某人 改改随便读新的毛病 我也真心建议某人 少点弯弯绕绕 这样本人还能省下当知心姐姐的时间 干些更有趣的事情 你 你什么 我哪句不对 我看你呀 最好抽个时间 手抄一千遍 我值得 我最棒 我天下第一 每次说不出来话的时候 就摸出来看看 好了 大家有什么话路上再说吧 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 启罗前辈他们的情况 而且 沙铁国都的居民 在脱离规则掌控后 又变成了什么样子 现在也是未知数 行行行 都听咱们高塔先者的 刚好我躺久了 想活动活动身子 就勉为其难的 陪你们走一趟吧 他看起来心情很好 坏人打败了 可以回家了 心情能不好吗 是啊 不过我总觉得 十之律者是在为别的事情开心呢 比如 他朋友第一个确认的对象 是他自己 那谁知道呢 我可不会独心 这一定是个好的开始 不少鬼火都有了人形 这莫非也是你那场雨交的 去问问吧 你怎么不信呀 你要是不信 大不了 我再走一趟 好啊 如果你能平安回来 我就 我就考虑你的提议 你们好 方便问你们几个问题吗 你好 我养花了吗 怎么眼前是希儿小姐 小时和 另一位希儿小姐 这件事说来话长 总之 你就把我们看成双胞胎好了 至于称呼 我们都是希儿 嗯 我明白了 不过希儿小姐你们来得正好 我和吉恩正确一个见证人呢 见证人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今天正打算去城里找米拉 可刚走一半 眼前突然蹦出一道白光 随后的事便记不清了 我想 我当时应该是昏过去了吧 可被一阵雨声吵醒后 我却发现自己 正深处月光照射不到的边境 我心里直发处就一个劲地往前飘 生怕自己还没找到月言就消失了 结果 当我返回城里时 米拉和其他一些人 已经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而我 居然也一样 我是不信吉恩说的话 所以 他就自告奋勇 想再走一遍证明给我看 哎 你 你俩不是恋人吗 为啥要整这一处 吉恩消失了对谁都没好处吧 我们才 才不是呢 行啊 你说不是就不是 既然你不在乎 那我们不如立刻证明一下 吉恩 你敢来吗 嗯 我要来 登道小师大人 保险起见 您能不能 顺手帮他烧快月言 这还有你说 走喽 实施律者的行动力还真是精神 这恐怕是他为数不多的优点 无论如何 我们这边也有需要弄明白的事 嗯 米拉 吉恩刚刚说 城里其他的一些人 也已经变成了人形 这件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但也不完全是 总之 两位希儿小姐都请跟我来吧 我们这边经历的事其实差不多 大家几乎都是在同一时刻陷入了昏厥 又在僵醒之际听见了雨声 等彻底醒来后 不仅还没想起的事情想起来了 连身体也变了个样 不过 虽说每个人都有了变化 但人与人之间的变化又有所不同 比如 身体的具象程度 对 拿我举例啊 别看我现在是这副样子 但我已经能稍微挪一挪越岩了 我有种预感 也许再过不到两三天 我就会拥有真正的实体 我可能要一周吧 毕竟我虽然有了人形 却还是无法触碰实体 说到这个 新来的卡伊爷爷 好像连人形都没有 还是一团鬼火 会不会是因为卡伊爷爷年纪比较大呢 他生前活到了八十多岁 算是寿终正寝 一定有很多过去人生的回忆 所以变成人形的速度 才会慢于我们这些 这些死得比较早的人 寿终正寝嘛 那还真是令人羡慕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怎么都不说话 没什么 只是在想一些事情 我也是 不过 关于大家身上发生的变化 我已经有了些眉目 像是米拉刚刚提到的卡伊爷爷 我们出到盐雪上城时 就偶然遭遇了她的葬礼 在那个时间点 苏的规则仍然生效 这也是卡伊爷爷 能够出现于此的原因 那个 你们是不是打算见一见卡伊爷爷啊 如果需要 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他哦 好 麻烦你了 卡伊爷爷好 这两位就是小石大人的朋友 他们想找您问些事情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好说好说 想问什么 尽管问呗 卡伊爷爷 您不久前也出现过突然昏厥 然后又苏醒的情况吗 是啊 不过我不像其他人 一醒来就变得特别精神 我反倒更清楚 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呢 比如说 可能就在一个月后 我得到身体的那一天 可大家都说 这是贤者大人 引领我们走向心生的第一步 只有卡伊爷爷反着来 也太不公平了 我并不孤单呀 隔壁家的老头卡尔 老太罗斯 都有这样的预感 这 怎么会 米拉 我明白你在想什么 但你还小 仙者大人 帮你接上这断掉的路 合情合理 可若是把老人们 本就已经走完的路续上 那才叫多此一举呢 抱歉 一旦消灭了规则 投影就会回到原本的状态 也就是与原形相同的率老程度 虽然用全能观察 他们不至于只能再活一两个月 但大家也的确没有变得比生前更加年轻 您之后打算做什么 反正不会瘫在床上 终日流泪 我这模样 也流不出眼泪呀 不开玩笑了 我呀 应该会逛一逛 沙铁国度 和遇见的人 晒晒月亮 聊聊天 毕竟老头子我 也没什么爱好 就是爱说话嘛 只是这样吗 我还以为 卡依爷爷会做些不一样的事情 如果 如果您需要我帮忙 请一定不要客气 不用了 我的好孩子 当千牛花初开的时节 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虽然我一辈子都没见过什么千牛花 连这话也是从一位姑娘嘴里听来的 但米拉你说的那些不一样的事 我年轻时都很努力的一一尝试过呢 如果非要等到明白了死期才去着急 剩下的可就只有遗憾咯 而且 这最后的时间 还是留给卡依吧 我不想让爱我的人 再一次目睹我离去了 您 不怕吗 当然怕呀 谁又能不害怕呢 他就像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 人生的最后一场考试 哪怕你再努力准备 也无法看到期待已久的成绩 说起来这算是我第二次参加考试了吧 那你为什么还笑得出来 卡依也许过不了多久 就会顿入空无 但或许也将有一个孩子 路过我的杯前 将他刚才来的 仍带着露水的千牛花 放在我的杯上 当然 那不是我 但是 那不是我吗 嗯 希儿 米拉 我们梳理一下现阶段掌握的信息吧 好呀 你真打算把那些事都说出来 不 那些事 还是先不要让包括阎雪圣城居民在内的普通人知道比较好 完整的真相对他们而言实在太过沉重 嗯 那就按你说的做 首先 是大家都提到的白光和雨声 从我的视角看 那正是高塔闲者将你们引入新生的第一步 你们醒来后 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想起 尚未记起和已经遗忘的事 同时 年轻的灵魂将慢慢获得形体 迎来新生 年老的灵魂 则会在得到肉体的时刻 逐渐衰老 最终重归死亡 也就是说 贤者大人对于大家的指引 实际上 各像是一次赠予年轻灵魂的礼物 以及 年老灵魂的安息 我明白 大家都会经历这样的事 不过早晚而已 只是贤者大人尽力帮大家补齐了差距罢了 只是这次之后 大概就不会再有第二个沙铁国度了吧 嗯 不会再有了 熙儿 没事吧 啊 没事 我们继续吧 然后 对 是吉恩和时之律者正在验证的事情 我想 如果你们能在不需要月光的情况下生存 那前往生者世界就极有可能成为现实 这 真的吗 是真的 米拉 这是真的 小石大人已经带我证实了这一点 那他人呢 他 他在断塔前 正和一位新来的居民争执呢 新来的居民 夏 这不对吧 脱离缩的掌控 严血圣城的生者 已经不可能凭借祷告 创造以亲朋为原型的鬼火了 这确实很奇怪 吉恩 这里就先交给你和米拉了 我们去看看情况 好嘞 没问题 你们来的真巧 我刚想带这位老朋友见你们呢 去吧 齐罗 跟他们打个招呼 我自己会说话 不劳烦您特意开场 十一 齐罗 你怎么死了 喂 你学谁不好 怎么偏偏学十之律者 上来就说别人死了 哎 这也不能怪我们呢 你现在可是一团鬼火 谁看了都得这么问 十 十之律者 齐罗前辈 肯定没有死了 哎 果然还是希儿最让人省心 你们稍等 我试试用外之剑 重新组织一下自己的形态 哟 你这家伙 看上去倒是也会绿者 或者理性的一招办事啊 你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 难道说你更想看到 触手形态 别 你要是把我哪个小弟小妹下的魂飞魄散 那不得摊上人命 他们可还是货真价实的魂魄呢 齐罗前辈 你应该和普罗米修斯一样 是在炎雪圣城醒来的 对吧 但我们醒来之后 没有找到你们 就猜测你们 会不会是去了砂铁国度 你也知道 在大决战结束之后 果然还是要见到本人才安得下心 所以 普罗米修斯建议我先从高塔入手 他认为 虽然米斯特林 线前搭建的通道 被Vita切断了 但大家将两个世界的基本锚点 连接在高塔这根主轴上的努力 并没有消失 从这个角度看 这条通道 或许能成为普通人 在两个世界炮之间互通的契机 前提是 锚点没有因为Vita的干涉而损坏 我对此 本来没抱什么希望了 但当我来到之前 安放锚点的位置时 却发现那里的锚点完好无损 所以 你是通过触碰遗留在 严血圣城的锚点 才抵达了沙铁国度 对吗 是的 诶 等会儿 这锚点 难不成是你修的 那你还是多感谢一下希儿吧 估计她从一开始就想到了这点 才会拜托我 趁她和Vita对战时 利用贤者的残余权能 修复破损的锚点 从结果来看 这锚点不仅让希儿的创生之语 得以遍及两个世界炮 还沟通了沙铁国度和严血圣城 简直是一举两得 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到的了 我只是顺应大家的愿望行动 无意中促成了这样的结果而已 希儿 这种时候就不用谦虚了 好 好的 总之 回到最初的话题 齐罗前辈之前变成了鬼火 是不是也和Vita口中 说的规则有关 他 居然会和你们聊这个 嗯 虽然我不敢说自己清楚Vita愿意挑明真相的原因 但他说的内容 大部分都已被我们在无意中证实 比如 沙铁国度其实诞生自生者的愿望 和缩植入的规则 而非由谁亲手创造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脱离缩的掌控后 沙铁国度才能暂时保持死者世界的基本特性 没有立即和银血圣城分道扬镳 但从我的身体形态在这边的紊乱程度来看 对普通人来说 想下来一趟也绝不容易 哎 你别丧气呀 既然阴阳相隔的局面已经被咱打破了 那大家可以自由往来的日子还会远吗 我劝你还是别过于乐观 不过 话说回来 普罗米修斯呢 怎么都是他指示你干着干呢 他 他呀 他还有自己的事要忙呢 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哎呀 他的事让我现在讲明白就没意思了 还是先把我们刚刚讨论出的结果 告诉沙铁国度的居民吧 你看 他们都在那边围撑一团 飘来飘去好久了 呃 唉 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啊 走吧 我带你们去见普罗米秀斯 不过你们可得先答应我一件事 看到他的时候 记得控制一下你们的表情 嗨 我们回来了 等等 你别告诉我 这就是普罗米秀斯 嗯 维塔那时破坏了他的身体 好在他早有准备 将自己的意识模块 事先迁移到了腿部 之后又就地取材 迁移进了这个负责职业选拔的受理机甲 虽然暂时没法修复以前的身体 但普罗米秀斯依然能和大家正常交流 对吧 尊敬的00003号访客 很抱歉 本机不理解您的问题 如需获取职业 请说一 如需约见使者 请说二 如需提供建议 请说三 如需更换升线 请说四 你这是在和我开玩笑 不 本机并不是在跟您开玩笑 如果您需要玩笑 本机将立刻进行检索 结成为您提供优质笑话 你和他的对话已经够好笑了吧 了解 已将该段对话添加至笑话库 你们 十一几楼 不然你说个二试试 为什么不先说四呢 四 如果想激活受理机甲的自动防御模式 各位可以继续在公共场合大声羞华 普罗米修斯 不必感到意外 我只是回收了原机体的可用材料 借助这台机甲又打造了一副新机体罢了 这就是魂钢的优势 然而 对于没有调整它的声线而造成误会仪式 我的确应该说一声抱歉 对 启罗小姐 算 算了 本身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呃 你们难道不觉得这样低头弯腰的和他讲话 实在有点别扭 十只律者 我理解你的意思 那么 就让我换一个不占便宜的沟通方式吧 这样如何 不错呀 想不到你这小身板还能弄出这么鲜活的投影 难不成 这也是你的悲案之一 我不介意你这么想 等等 仔细想想 你现在这个模样 小巧精致功能齐全还会说话 带出去溜丸肯定特别有面子 使者律者 如果你喜欢 我可以为你量身打造一副这样的身体 那不用 我自己可以 为了后续的合作 你有必要为我解释其中的原理 当然 最好也能一并说明 我牵移自身意识期间发生的一切 可以了吧 再说我嘴皮子都要磨破了 可以了 感谢你的耐心 事实上 我这边也确认过沿选圣城居民们的情况 从理论上来说 他们与我的情况类似 一时被重新激活 再度支配了自己的身体 作为独立于中 作为独立于中烟的律者 希尔对自身全能的运用 的确可圈可点 无论如何 除缺部分暂时失去联络的同伴之外 这场冒险的结果令人欣慰 你是指池头博士和米斯特林? 是的 不过他们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此话怎讲? 也对 毕竟实质律者都是不在场 对于薛定恶博士的存在方式 先前我们已经探讨过 基于此 威塔对他的干涉 多半是切断了他 他与两个世界炮之间的联系而已 在所有的规则不再生效的当下 确定恶博士与我们重新取得联系 只是时间问题 但米斯特林的情况 就复杂多了 因为诞生方式的局限 米斯特林自己反而需要唯一的实体 来出入圣痕空间 换句话说 当他决定以毁灭自身的现实存在为代价 投身能量洪流时 实际上 也就放弃了短时间内 重返时数世界的机会 硕想再度苏醒 重新拥有实体 他将要面对的 不仅是时间 还有概率 虽然从统计学的意义上 这两者并没有本质差别 来 除了 如你们所见 0014日至0015日 已离开了圣痕空间 这意味着 将他们置入圣狠空间 并加以管理的米斯特林 的确消失了 所以 在解决危机之后 你打算留在这里 等待米斯特林吗 你想多了 我不会等待 我会尝试解放他 无论他身处何方 就像 他曾经拯救了我那样 我明白了 祝你和米斯特林好运 谢谢 不过 我还有一点必须说明 你们在本征世界的朋友 或许很快就会抵达这里 在此之前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 需要提前做完的事 请抓紧时间 汐儿 我们再和大家聊聊吧 以后像这样聚在一起的机会 可能不会太多 我陪你 又见面了 两位汐儿 嗯 又见面了 你出现在这儿我能理解 可他为什么也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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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为0015号之前的所有不敬道歉 但请你相信 他今后不会再危害任何人 姐姐 你为什么要替我道歉 我明明可以自己来 你俩这是闹哪一处 高塔贤者 关于米斯特林的下落 你这边有什么线索吗 谢谢你还愿意如此称呼我 汐儿 离开圣痕空间 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 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在这之后 米斯特林也未曾现身 至于为什么来到此地的是我们 那出于0013号沉的判断 他认为我们对外界威胁性不大 或许还能帮到米斯特林 威胁性不大 我觉得这是相当贴切的评价 你是在为自己辩解吗 你这样忽悠那个臣也就算了 我可不是什么没谈过恋爱的小男生 我只是想和你们说说话而已 那你说呀 姐姐 你自己把握分寸 好 汐儿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没有向所有人展现真实 我不是指苏或者Vita的事 我说的是这些鬼火的本质 严血圣城居民 终日期盼再见的亲朋 居然只是以其为原形诞生的赝品 而赝品自己 甚至也对此毫无知觉 这难道不可悲吗 那你说怎么办 告诉他们一切 引发毫无必要的恐慌 告诉那边的卡依爷爷 他其实是一个不幸得了早衰症的克隆人 你是真不懂人情世故 还是只把一切看成游戏 看成那个被你害死的灰蛇 那些鬼火可不是用来满足你好奇心的玩具 汐儿 别着急 0015号 你说的问题我也有认真考虑过 但直到此刻 我依然认为 唯独这件事 绝对不能向两边明说 如你所言 刻薄地说 鬼火是以死之人的赝品 生者的思念赋予其形体 贤者的卫灵填充其人格 即便是亲近之人 也无法了解一个人的全部 高塔贤者的全能 亦无法兼顾所有 这也导致他们的精神从诞生之初就存在着某种空洞 所以这些赝品身上的空洞一定会随时间逐渐暴露 但普通人也是这样吧 无论什么样的人 他们都拥有自由 正是这份自由 为人赋予了细腻而多变的内心 让人从懵懂的孩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成人 而对沙铁国度的居民来说 自由也一定能够填补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空洞 这 听起来一点也不可靠 但也是这种不可靠的东西 让人类走到了现在 当然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自私 我们所相信的东西 它们就是最好的 这就是 你们的答案 不 这是我对你的祝福 毕竟所谓的自由 是一种只有自己才能发掘的宝藏 而里面埋藏的 或许是你从未见过的宝物 你有心探寻 就必将在未来的旅途中收获它 分享它 理解它 并因此成为全新的生命 别担心 你的姐姐一定会指引你 她可是高塔闲者呢 我明白了 汐儿 我会好好履行这份职责 不过坦诚地说 你做到了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还记得我先前提到的范本吗 在那时的我眼中 你们俩是如此不同 却又能在一具身体里和谐共处 达到我十分羡慕的平衡状态 这样特殊的生存方式也启发了我 让我不禁思考 鬼火这般非人之物 能否通过与生者共享身体 获得成为人的可能 也许 弥斯特林当初早就意识到 这样做不切实际 更忽略了双方的意愿 但他依然认真聆听了我的想法 并将你们带到了这里 这不还是在支持你吗 不 我想 他是想让我看看 你们会给出的答案 而事实证明 你们确实做到了 你们的朋友已经做到的事情 甚至做得更好 是啊 尽管贤者的全能 随着规则的湮灭而逐渐消失 但希尔的确成为了 真正的高塔贤者 就把他看作前代高塔贤者 临行前最后的祝福吧 谢谢你们 解放了这里的生命 以及 我自己 等等 灵行 我们还要想办法去帮助米斯特林 不过你们放心 在此之前 我也会认真完成高塔贤者的最后职责 帮助大家适应未来 这同样是我应该做好的事 我们的贤者大人 果然还是这么认真呢 姐姐 我还有一个问题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 希尔之前说的她是什么 在自由的宝藏里埋藏着的宝物 究竟是什么呢 零零一五号 希尔他们或许还有事情要忙 嗯 现在还不是时候吗 那 我就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吧 是啊 总有一天 你会找到那份答案 属于你自己的 名为爱的珍宝 怎么 你还是有点在意米斯特林 算是吧 无论如何 我都该当面为无端刺杀她的事 道个歉 还有一些因她外貌而生的偏见 其实 在米斯特林出发之前 我就想对她说这些话了 可我终究没有说出口 齐罗前辈 或许 我那时只是在等待 所谓的最好的时机 但现在 似乎连最坏的时机都不剩了 唉 所以你们一个两个早把话说清楚 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 不过你也别担心 既然那家伙的诞生易于常人 那么 想让她彻底泯灭 也绝非一时 简单来说 她的生命力 或许看别那打不死的小 你还是闭嘴吧 虽说我还是很讨厌那个女人 但也不想在这里 听见某些粗鄙之语 什么粗不粗的 没见过再安慰她呢 不管怎么说 我的确心情好多了 谢谢你们 所以 你之后打算干啥 帮普罗米修斯找米斯特林 不 我有必须要做的事 而完成的同时 米斯特林的事 或许也能一并解决 难道齐罗前辈 已经有了详细的计划 这个 你就是跑到沙铁国度 我也能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们也知道 我背着精品堂长老 偷偷溜出了糖果屋 那时的我 对苏了解不多 以为自己一个人 就能解决问题 但就现在的局面来看 光是对付一个Vita 就让所有人 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 而我们甚至还不知道 真正的苏 进化到了什么样的形态 所以 最稳妥的做法 是我先在这里 等待薛定谔的联络 再和他一起返回本征世界 尋求德丽莎和凯亚娜的援助 等大家合力解决缩之后 再回糖果屋不迟 你们自己评价吧 这不就是 离家出走 又怕被家长骂 所以干脆不回家 在补习班待着 直到考个满分 好让他们骂轻点 抛 抛开这点 我和薛定谔 的确很久都没有回地球了 比安卡他们 肯定很想见我嘛 苏珊娜也是 你不会打算 把所有人 对你和石头博士的思念 都搬出来说一遍吧 所以 石之掠者之后 也打算回地球吗 我还没想好 留在这边看看 鬼火和人类共处的未来 也不错 回去看看其他人 到底有多思念 我们的起罗前辈 好像也蛮有意思 喂 想不到你和米斯特林关系这么好 梅博士曾与我分享过一句 在当时的年轻人之间颇为流行的话语 在举行婚礼前 你必须要和恋人共赴一场旅行 爱与我们那时面临的浩劫 他和凯文不可能拥有旅行的机会 更谎论在那之后的婚礼 但对这场不存在的旅行 他依然展露出了充分的期待 这当然只能是一种谎言 却也是一份真实的心情 毕竟 能决定和某人共赴旅行 本就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 而这份难得 也恰恰说明对方值得 考虑到我一般不把米斯特林当作朋友 这句话对你们来说 应该更加适用 无论如何 所谓一心同体 必然是一种远超相互扶持的特殊关系 话虽如此 重装小兔还是对此颇有微词 小兔 不用担心 因为你施展的全能 重装小兔误导误壮地获得了一副身体 啥意思 成精了 小兔 他现在在哪儿 他现在正忙着指引来自本征世界的人们 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出现 谢谢 我之后一定会向他好好道歉 但我仍有一个疑问 他为什么会如此配合我的指示 感觉就像实际律者对梅博士的服从一样 好 因为某种习惯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还有些话想对汐儿说 刚好 我也有话想和你说呢 我们到了 汐儿 这就是我和苏莎娜 启罗前辈旅行的起点 远眺可以看见高塔 静桥又是来来往往的行人 和我们那边的起点相比 这边的确成得上旅行 是啊 你还在想那些鬼火的事 果然瞒不过汐儿呢 那当然了 你就不该有瞒着我的事 更何况是烦恼 汐儿 我时常会想 自己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 为什么这么说 哪怕我已经决定隐瞒鬼火的本质 哪怕我已经在0015号面前 说出了那番话 却还是忍不住担心他们的未来 除了隐瞒和直言 我们还有没有第三 第四种更好的选择 而卡伊爷爷 毕竟 我从一开始就希望 给予所有鬼火 以真正义上的心声 但结果只做到了现在这个程度 虽说给予生命 当然也意味着给予死亡 但我却没办法让大家能真正的生而平等 给予希望 又将其剥夺 这种方式 或许远比一开始就没有希望更残忍 你这样说不就太差劲了吗 远的例子我就不说了 你想想 在我们对抗圣痕计划的时候 那时有没有人不愿意离开梦团 然后你觉得 Kiana会为了这件事而后悔 觉得自己最终给出的答案不够完美吗 这 想要获得自由 一定会付出代价 你就别乱想这些事了 我倒觉得 以创生之语为分界线 现在的鬼火 的确有了更多的独立性 也远比你想象的坚强 他们此刻的自由货真价实 别忘了 我和十之律者旅行的起点 就是沙铁国度 和他们相处这么久 这些变化当然能感觉出来 过去 他们因生者的愿望而诞生 受生者的愿望所驱使 十之律者甚至无法读取 他们内心的想法 是在大家战胜了Vita 规则被打破之后 他们真实的愿望 才第一次得到了自由生长的空间 如人一般活着 如人一般死去 鬼火的愿望 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 话说回来 你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完美 这也再正常不过了 我还记得 你在长空市的最后一个晚上 说了什么呢 要抓到无帽者 让牙医刮目相看 然后带重装小兔充电 有机会要说服布罗尼亚姐姐 让她少加班 和我一起 就 就算这是真的 只要布罗尼亚姐姐和牙医都不知道 那好像有点晚了 布罗尼亚姐姐 看你们聊得这么开心 就没忍心插话 还有 好久不见 希儿 德香 怎么还有雷电牙医 虽然已经听苏沙娜 讲了不少和你们一起经历的事 但实际见到 还是会有点意外呢 很高兴认识你 希儿 也不用这么正视吧 咱们又不是不认识 但像这样和你面对面交流 是第一次 很 很高兴认识你 牙医 说起来 布罗尼亚姐姐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是小兔告诉我们的 那他人呢 一直回避我们出现的场合 难道是在为之前的事生气 小兔 会生气吗 他只说 自己要和普罗米修斯 一起搜集材料 好修复身体 也没见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和在工作室时一样 嗯 就是布罗尼亚姐姐时常抱有 小兔不会生气的想法 他才会不想回去了 是 是这样吗 不管怎么说 布罗尼亚确实需要给小兔放一个假 当然 你自己也是 如果我没记错 你出发前只向 瓦尔特先生 请了两天年假吧 阿莱哈图 喜欢案的内部展示会 马上就要到了 我想在这之前 抽空再优化一下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 布罗尼亚姐姐 会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待上一段时间呢 其实 我在来的路上 又向瓦尔特先生 多申请了一段时间的年假 这里的危机才刚结束 我留下来 也能帮到希尔 你这扯谎能力也太差了吧 我刚刚 只是没和牙医说罢了 嗯 布罗尼亚的确是忘记和我说了 对了 牙医 苏尚娜的情况怎么样 她呀 现在可能还躺在休息室呢 医生说她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身体疲劳 压力太大 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那就好 你们可算回来了 我还以为这找人的人 也跟着失踪了呢 大家有一段时间没见面 这也无可厚非吧 说起来 0014号和0015号呢 不知道 但我猜 他们要不是像你们一样 在讲悄悄话 要不就是回高塔 准备最后一批工作去了 可惜他们没和这两位 打个照面 不然 布罗尼亚还能再看一眼 她因为圣痕计划 而多出来的好妹妹 是苏莎那的通讯 她果然还是放心不下这边呢 喂喂 大家听得到吗 我们听得到 汐儿 你们那边没事吧 我听博士们说 敌人对炎雪圣城和沙铁国都进行了一次无差别攻击 所有人都在一瞬间 丁 我可不想再回忆那种感觉了 你只记得一件事就好 咱们赢了 赢得漂亮 虽然还有些不圆满的地方 但总归是皆大欢喜 对了 我记得你好像还是什么B级女武神吧 说不定因为这次事件 能得个A级的名头呢 天命现在的女武神考核 都这么随便吗 启罗前辈 你别被十之力转带跑了呀 现在的女武神考核 都有一套复杂而专业的流程 虽然参与解决重大危机事件 的确会纳入考量 却并非平级的全部 而且 对现在的我来说 今生也不是最重要的事 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 只有追逐心性前进的每一天 苏莎娜 你真的成长了很多呢 就是靠着苏莎娜先前记录的数据 我们才能精确定位 这个世界炮的所在 如果没有这些数据之时 说不定在修复通道的过程中 我就会迷失方向吧 我今后会继续努力 争取在更多地方帮到大家 哦 很有精神的发言嘛 笨蛋 罗杂利亚 你叫这么大声 会影响苏莎娜的休息 没 没关系 反正我已经醒了 罗杂利亚 莉莉亚 你们不应该在西奥拉之家巡游吗 怎么会在苏莎娜身边 那边有小空 不用担心了 你们失去音讯之后 德莉莎也联系了我们 让我们在长空市 搜寻你们遗留的线索 虽然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但苏莎娜回到这里时 我们恰好在附近 就主动接下了照顾她的任务 你还有点照顾人的样子 罗杂利亚真的行吗 谢尔 你怎么小看我啊 要知道 在西奥拉之家 我可是遵守欢迎的老师 可是和你竞争的只有我 而且苏莎娜也不是小孩子 我看 你俩不如每天在苏莎娜面前 表演点节目 这样一来不耽搁你们的偶像事业 二来也能让苏莎娜心情愉悦 早日康复 你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你们真的表演了 诶 等等 这两个小家伙是要当偶像 不瞒你们说 姐姐我在这方面 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在我的指导下 苏莎娜和希尔 已经在这里成功举办了一场 非常厉害的演出呢 真想不到 希尔也有这样的一面 她不一样的一面可多了 也就是没好意思 在你面前表现出来 哦 齐 齐罗前辈 这种事情 以后还是不要在大家面前讲比较好 好好好 那我下次背着你讲 小哥 又怎么了 我好像听见德莉莎的脚步声了 莉莉亚苏莎娜快点挂掉电话 要是被她看见我们没做完作业就偷溜出来 今晚又要多背一篇课文了 那情况就是这样 大家有什么事情之后再聊 我先过来 总觉得 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牙医也会背着德莉莎做这种事吗 不只是我 甚至还有你的布朗尼亚姐姐 那都要怪奇亚娜吧 她干了啥 她有段时间 很喜欢在睡觉前 拉着我们挤在一张床上聊天 可她又害怕德莉莎发现后的说教 总会在聊天的过程中 时不时跑去门边 听脚步声 没劲 要聊就聊个痛快 要是我 非得把德莉莎也一起拉到床上来 然后 被她狠狠惩罚 那你们三个 就给我聊一晚上 不许睡觉 说到这个 既然德莉莎主教 已经有时间看望苏珊娜 那应该也代表 他们开完会了吧 刚好某人之前也说过 我们到这边时 一定要告诉她一声 怎么了 等等 你那边的投影是不是有问题 怎么一直看不到人 啊 这个 你又在吃泡面 我才没有 就是 就是房间太乱还没收 你们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好 喂 大家现在能看见我吗 我们可以看见 奇亚娜 既然你能联系上我们 是不是 你已经感知到 所有的存在了 那倒没有 我掌握到的信息 肯定不如布朗尼亚多 毕竟 大家所在的那边 是量子之海的深处 虽然发生了 虽然发生了很不得了的事 但从这边的感觉上说 可能就像 一片树叶落地 谁也没来得及注意 就被风吹走了 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除非 像大家最初尝试的那样 将世界炮 带到本征世界附近 又或者 对方主动在本征世界露面 不然 我也是束手无策 哎 还管那个苏干嘛 我猜不信 他敢跑到地球附近来 别的不说 咱们这么多绿者 吓都能吓死他 十只绿者 这次事件 充其量只是一机预防针 如果苏针 真是个见好就收的人 修格斯一族 就为什么要活得如此小心呢 嗯 启罗前辈说的没错 无论如何 这个敌人的性质 非比寻常 不容小觑 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即便是刚刚得胜的此刻 行行行 你们有理 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对了 十只绿者 你之后打算回来吗 回哪 地球 倒是还没想好 你干嘛问这个 呃 也没什么 就是和苍玄之书有关 十只绿者 在你失踪的这段时间 他一直很担心你 他是不是搞错对象了 有那时间 还不如都关心关心老古董 哦 话是如此了 但班长 最近有别的事情要忙 那苍玄之书 不是还可以跟克莱因聊 克莱因不是一直在帮他 调试续航功能吗 可克莱因也真的 那只是在帮他调试续航功能 哦 我懂了 感情苍玄之书一个人待着寂寞又不好意思说 这才找你俩劝我 对吧 呃 你这么理解也没错 哎 行吧 你们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也不好推剧 回去就回去呗 苍玄之书一定会很高兴 哼 我都专程回去陪他了 能不高兴 你说得对 那这次不如先聊到这儿吧 克莱因好像又有事要找我 嗯 晚点再聊 还有 少吃点泡面 我知道是克莱因一直在偷偷卖给你 啊 啊 我 我知道了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看样子 你们暂时聊完了 普罗米修斯 你身边的是 嗯 希儿不认得我了吗 你是 重装小兔 那个大摩托 这位希儿 摩托只是我众多形象之一 并不能完全代表重装小兔 小兔 关于之前的事 我真的很抱歉 嗯 希儿为什么要道歉 战局复杂 你一时顾忌不到我 也情有可原 那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如果有必要 我和布罗尼亚姐姐 可以帮你恢复原状 原状 这幅身区 可是希儿送我的礼物 我高兴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想恢复原状呢 好的 那小兔这段时间 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一直以来 都辛苦你了 啊 谢谢 嘿嘿嘿 不让我工作 哟 想不到你这小小的身体 竟装了这么多心思啊 嗯 希儿 布罗尼亚是第一次来这里 不如 你带她参观一下 嘿嘿 小兔 你可真贴心 嘿嘿 你们毕竟 是我最好的伙伴嘛 那么 那么 要看看这两个世界吗 希儿也一起吧 嗯 我们一起 出发出发 出发 未来要靠我们努力 对吧 不过今天还是先好好玩吧 明天再开始努力 要呢 把这个世界都捉上 溫传媒 有点 综上所述 扶华搜索行动 依旧需要贯彻 独立调查的方针 及避免让 希儿搜索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员 比如伯尼亚 知晓另一边的情况 以免在情报不明的状况下 盲目透支人力资源 另外 根据众庄小兔同步的消息 砂铁国度与掩血盛程的变化 显然还有待观察 让这批人员留在当地养精蓄锐 也符合实际需求 作为特例 目前能从此地抽出 并持续支援浮华搜索行动的人 事实上是时之律者 不过 考虑到对方在大崩坏期间 曾多次脱离队伍 擅自行动 先将他骗回地球 或许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节外生枝 就当是预感吧 我始终认为 浮华的失踪 一定也会与所有关 如果不是这种程度的敌人 他不可能失踪如此之久 你 我原本以为 你早就 你早就 到最后 都他想不及些 fiance就 打捏 received 云 澳光 厉害 感谢观看